今晚我會和大家看 2016 年的第六條 都是素基礎的檯木 首先它給了一個組織 是Citric Acid 它是Tribasic Acid 檯木告訴你 Tribasic Acid 在檸檬上有 它給了一個組織 它不給了一個組織 應該不能畫 然後圍繞整個氧化的氧化 令它是Tribasic Acid Tribasic的意思是 我們看它的 Basicity等於3 即是它可以有3個氧化的氧化 所以我們應該會畫到3個出來 在哪些位置呢 其實它全部都是Citr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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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分別就會有3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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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這個 這些不是的 記住了 這些不是的 OK 好 接著就沒問題了 Solic Sample Citric Acid And other soluble Inur substances 即是說 有一個Sample 裡面有Citric Acid 以及有些可能的 Incurities 而其中 我們就 磅重 1.65g 就Dissolve in Deionized Water 然後再達到250cm Q In Apparatus X 接著它就問你 What is Apparatus X 你要把它弄成一個 Solution的話 那個Apparatus X 就應該是Volumetric Fast 好 然後我們就 再拿其中25個Cm3 再同一個NH做Titration 用Phenol file來做Indicator 就會找到18.45個Cm3 的NH 是需要的 那我們的設定 其實是怎樣 我們做這些題目 都是這樣 好 下面那個就是Citric Acid 上面那個就是NH 0.123m 然後用了18.45個Cm3 然後用了18.45個Cm3 而Acid 就是有25個Cm3 然後我們是要計算 就是不知道它的價格 因為它有 它有 硬性 所以其實1.65g 我不是用完 的 就是未算到的 所以我們就去 計算 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做這些題目的時候 只有五步 第一步 Equation Balance Equation 五步 也就是六步 第二步 那些資料我們寫下去 第三步 找到 Number of Moles of A 這次A是NH 第四步 我們用個Moles Ratio 然後第五步 我們就可以找到 Number of Moles of B 那最後的答案呢 最後再找答案 就是這樣 主要就是這些步驟 所以我們做的時候 首先 Balance Equation 這條要設定 Balance Equation 有點麻煩 但是Balance Equation 我們主要是找Moles Ratio 你知道 它現在 這個 Basicity 是3 所以我們 就已經可以知道 它的Ratio 是多少 我暫時就 skip Balance Equation 然後 我們就可以找回 Number of Moles of NH 那就是0.123M 乘回18.45Cm 那就是 那就是 那就是這麼多 那我們計一計 0.123乘18.45Cm 測試 0.123M 0.123乘18.45Cm 測試 0.00227 就等於0.00227 然後 用Moles of Ratio 去計算 因為 它們現在是1比3 就是1個 NOH 即3個NOH 才可以跟1個 X 去相對 因為它是 Tri-Basic的 X 所以我們就可以計算 所以 Number of Moles 就是0.00227 再除3 7.56乘10 1,2,3,4,10的负4次方 7.56乘10的负4次方 其实它有抽25个CMQ 本身是250,抽25出来 所以我们就要把它乘10倍 所以我们本身在那个摄像中 那边是数量的负4次方 那边是数量的负4次方 就是把这个乘10倍 7.56乘10的负3次方 乘10倍 然后呢 它其实是叫我们找个% by mass 所以我们就要找回 Mass of D 就是 再乘回整个Molar Mask 整个Molar Mask 它给了你是192 再乘回整个Molar Mask 乘回10 再乘回192 那就等于1.45g 等于1.45g 但它叫你找% by mass 一开始是1.65g 所以%等于1.45g 等于1.65g 再乘回100% 再乘回100% 再乘回1.65g 再乘回100% 等于88% 是这样 很复杂 也不算很复杂 其实都是那几个步骤 但是可能你的头脑比较清晰 不算很困难 但是如果你觉得很难跟的话 你试试再看一次 跟回整个flow去答 其实就是这样 这里 这一步是第三步 就是我们找到 Number of Mode of AnyWage 然后找到Number of Mode of The Acid 就是第五步 因为我直接计了 用Mode Ratio 但是因为它这里 它是抽出来的 所以我们要把它乘回10倍 乘回10倍 乘回10倍 然后最后的答案 我们是在用 我们是要找 % by Mask 所以我们要找回Mask 所以用Molar Mask 去找 这几步 大家可以留意 接着 第四步 a few drops of lemon juice added to sodium halogen carbonate powder 那叫你问你 有些什么observation sodium halogen carbonate sodium halogen carbonate 加 acid 会有些什么observation 其实就会有些 colorless gas bubbles form 就是会形成的 就是会形成的 就是 colorless gas bubbles form 然后写 Ionic equation 如果同学没有那么熟 Ionic equation 我们试试写一条 全面固 为什么这里不叫你写全面固 因为这些东西 你要写完整个全面固 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整个东西 不知道C多 H多 O多 比较麻烦 但anyway 其实acid来说 对 acid来说 其实它都一定是H多 去做reaction 而我们要写下去的 就是Aqueous 而且是Ionic的东西 有动动度的 我们才写的 所以这个case的时候 sodium halogen carbonate 是powder 留意它的powder 所以整个东西是solid 所以sodium halogen carbonate powder 就和H多 去react 然后就会形成水 是H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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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写 但如果它和其他 acid反映的话 你就可以 如果你不太熟 Ionic equation 你可以写一条 全面固 再把它转成Ionic 但是这个case的时候 因为它的acid 比较麻烦 你都不知道它 即是 如果你要写完整个 的话可能 比较麻烦 那我们就 sodium halogen 就算了 这样 这里就是答案 就是答案 就说到这里了 继续那里 大家可以再看一次 如果真的不明白的话 OK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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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